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个星期以来最多 包括三个态症女人 确诊者中有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家庭 分别是就读证会大学和将军奥一间中学 潜伏期间有不同活动 特朗普回白宫后 医生说他没有再出现病症 但白宫的疫情持续扩散 至少再多三个人确诊 畅声内容 本港新增十一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地感染占了九宗 是超过三个星期以来最多 患者包括三个态症女人 而残疾人士院舍大学和中学都有人受感染 九宗本地感染个案 患者包括三个态症女人 她们曾经入住尖沙咀豪丽大厦 并且和日前确诊的态症游客同住 其中两人月初转到尖沙咀大院酒店 酒店越南餐厅早前有员工确诊 当局说暂时未见之间有关联 其中一个态症女人 也去过出现两个确诊者的酒吧 China Secret 那个酒吧再多一个29岁顾客初步确诊 当局正追踪和她同行的朋友 至今相关群组累積9人确诊 那是否应该收紧对酒吧的防疫措施呢 酒吧一般来说 因为都多不戴口罩的情况 和比较长时间聊天 都是属于高危的 但是所有这些社交活动都是 我知道政府应该密切关注这个情况 源头不明个案有三宗 包括葵中残疾人士院舍国保之家 一共57岁男院有确诊 另外有至少两个院友初步确诊 三十几个院友和六个工作人员要检疫 当局说院友可以出去买东和吃东西 通常会去到石任商场 都因为那些院友 戴口罩的情况又不是太过打得好 另外很多人都可以自己走来走去 所以在院室内接触的范围比较广 我们都不排除可能会有更多的个案 因为他们大家之间的接触比较密切 另外三个旺角药房售课员也确诊 他们分别在上星期六和日出现不舒服 星期一去到养和医院求医 之后确诊 他们三个人经常会互相借货和聊天 其中两个人潜伏期曾去到九龙城和游堂按摩 对于有消息说 他们曾去过酒吧China Secret 当局已经请求警方协助查问 当然我们都会忧虑现在的情况 因为陆续都有些个案 还有些群组有些小型爆发 甚至有些可能有机会大型爆发 都是希望大家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和做做防御措施 至于输入个案有两宗 患者都是由印度回香港 母先念自己就一流进玉部 本港学校上个月底陆续灰封面售课堂 到现在大约两个星期 就有学生确诊或者初步确诊 当局说暂时未见到学校爆发 最新确诊新冠肺炎的 包括浸会大学一个学生 男患者19岁 上个月28至30日曾经回学校上堂 期间一直有戴口罩 10月1日出现病症 5日去到私家医院求医 第二晚确诊 另一个17岁的家人同样中招 他就读将军奥加密主因中学 10月4日出现病症 最后一日回学校是9月30日 两个确诊学生在潜伏期内有不同活动 包括和家人聚会吃饭 和和朋友打篮球和烧烤等 浸大指患者曾经去过多个课室 会暂时关闭和消毒 部分课堂也会转做网上售课 至于将军奥加密主因中学 星期三、四暂停面授课堂 改为网上学习 全面消毒校舍 学生在发病前两天去到入院之间是一个传染期 如果他在传染期回学校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他停校14天 但如果一个学生不是传染期回去 如果他有另外一个源头 是知道他是怎样发病 那我们一般来说那家学校 就不需要停学或者做任何事情 另外土瓜环保粮局颜保宁书院说 接获一个学生家长通知 学生初步确诊 后方星期四和五暂停面授课堂 亦都会聘请消毒公司深层清洁消毒 没什么特别说 只不过是说有一个疑似确诊个案 就不想为了安全就离家 今天都是很多人没回来 整个半班人没回来 单身有可能会有隐藏的隐形患者 之后就停货两天 就是我们明天会用online lesson 卫生防护中心说教育局会因应疫情 考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全面停货 无线电视机就在黄善河那里 政府专家顾问认为 市民对防疫太过松懈 令到疫情有反弹迹象 当局可能要再度收紧防疫措施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上个月27日至今已经有 十多宗源头不明个案 情况令人担忧 因为当你一遇到有源头不明个案 他们相关的紧密接触者 你是不会追踪到 你都不知道谁 所以他在社区再扩散的机会 风险就高 也都是牵涉不同的职业的人 学校也开始有 所以我们都要密切留意 会不会再有扩散出现第四波 许树昌又认为如果再出现多个群组 可能要收紧防疫措施 另一位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 防疫控制措施放宽后 市民明显松懈 他又说部分市民有病症 都没有即时求医 无线电视记者主席梁振英说 教育局应该公开他的身份 被取消注册的教师 之前任教九龙堂宣度小学 教育局说他的教材有计划散播港独信息 教案大部分时间都港度港独 并要求学生举手作政治表态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接受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访问 说那个教师如果是7月1日之后这样做 已经触犯港区国安法 教师、校长都会涉嫌违法 认为家长有权之道涉事教师的身份 到现在是荒天下之大谋 搞到沸沸腾腾腾那么大件事 但是呢 竟然在我们茫茫人海当中 这个教师无名无姓的 叶建源知啊 教育局知啊 家长不知啊 家长是有知诚权的 因此请你教育局公布出事的教师的名单 和有关学校的名称 使得家长是有所知识防范和回应的 他创立的803基金日品申请司法覆核 要求教育局公开所有被裁定专业 失当的教师和学校资料 对于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 说其他专业停牌程序会有聆讯过程 等被投诉人辩解 梁振英说支持 愿意跟对方一起要求教育局设立聆讯机制 过程中必须公开被投诉人身份 又说这系列做法不是批斗老师 老师并不是不可以被批评 犯了错也要承担后果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 涉事的教材用在小五的生活教育科 九龙堂宣度小学的网页说 在高年级相关科目是结合社会时事 增进学生批判思考等的能力 有资助小学校长认为 小学生的年纪太小 教材不应该涉及政治 九龙堂宣度小学教师被取消注册事件 源于去年三月至四月 采用的一份小五生活教育科工作址 根据这间私立学校的网页介绍 生活教育科是校本课程 包括培育学生在个人、群体、学业、事业和品德等 多个学习范畴 高年级课程会结合社会时事 增进批判思维、沟通合作等能力 教材由学校自行编定 有资助小学校长说 官立和津贴学校都有类似科目 一般是常识科 亦都会提及时事 内容是介绍政府部门、机构组成和功能等 不会分析政治 很多身边的事物是主流 很多都值得学生去学习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找一些基本上是主流的 可能很难接受一些所谓的言论 甚至是组织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么小的年纪 或者是在小学来说 根本没有需要去介绍和接触 他认为事件已经为业界敲响警钟 日后处理教材时警觉性会更高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 取消教师注册的决定是要保障学生 在课程设计里面 我们看到他有时要一些学生去表态 这些是接近一个政治的表态 那是不是在课堂里面 适合这样做 适合叫一个小学生去这样做 他说教育局相信大部分教育工作者都是专业的 要令他们放心继续专业地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 线志报导 一个女人去年在旺角向警车订水准 企图刑事毁坏罪成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 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判 案情说去年12月16日凌晨近1点 警员前往旺角尼敦道和士尤街交界清理路障 离开时经过瓦街老街恒生银行对出 27岁被告黎海晴以水准订警车被警方拘捕 他早前承认一项企图刑事损坏罪 警方形容 感化和社会服务令报告正面 被告经精神科服务后 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怒气和冲动 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真诚负义 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占立感化官建议 判被告履行80小时社会服务令 陈同佳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的案件 保安局局长李嘉超说 如果台湾明确批准陈同佳入境 港府可以透过警务合作机制协助安排行程 陈同佳已委托台湾律师 和台湾商讨赴台投案 李嘉超接受报章访问时 如果台湾能提供陈同佳的签证 赴台日期等明确细节 港方可以以往透过警务合作机制 安排实际行程 2016年本港的石棺床施案 双方透过这个机制合作 当年警方飞到台湾疑犯搭同一班机 在警方看守之下回香港 当航机降落本港后再被捕 李嘉超重申两地没有成立任何联向窗口 事件主导权在台湾 希望投案一事早日成事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陆续进入秋冬季节 不少人都计划接种流感疫苗 导致全国多地供应紧张 有黄牛党二两三倍的价钱出售 住北京记者曾根本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 加上即将进入流感高峰期 内地不少人计划预防为上 令流感疫苗一针难扣 想接种都要靠彩素 往年好像没有这么火爆 他们好像学校里面 如果都是自愿的 你想打就打不打就打 但是没有像听说今年是这么火爆 所以愈愈愈愈到几个月之后 听说就是今年好像大家都准备打 往年好像好多人都说不用打 可能怕两个叠加吧 如果叠加了可能还是怕病情比较重 如果不叠加的话 反正就也不是特别担心 截至上个月初 今年全国流感疫苗一共有1587万枝 供应仍然紧张 北京市上个月25日起 設立480个疫苗接种点 我们联络北京一些社区卫生中心 有职员说余约已经爆满 不知何时有疫苗 给到我们手里的疫苗不是很多 所以这边的话就会 肯定是有想不到的 另一家情况相约 甚至因为太多人预约 只能够优先提供给小区居民 外来人士暂时不接受预约 你要想预约的话 就是只能先登机上 但是后期什么时候到苗 这个时间我们也不能确定 疫苗供不应求 价格也都暴涨 北京市一针4架流感疫苗 大约150元人民币 内地传媒报道 有黄牛党将疫苗 以两三倍价钱出售 一针近400元人民币 中国疾控中心早前提示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阴麻之下 季节性流感的防控更加重要 提醒民众流感疫苗 可以在整个流感流行季节接种 最好在10月底前接种 无线电视 接着北京记者曾今报报道 在台湾 军方说解放军今年已经派出 200多架次战机进入台湾的西南空位 台湾就出动近3000架次战机应对 豪费折合近70亿港元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台湾的国防部长严德法证实 星期三清晨有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又提到上个月至今解放军战机至少12次摇台 今年至今总共出动217架次战机 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台湾就出动2972架次战机偵察拦截 豪费大约新台币255亿 支合港币近70亿 呼吁中共当局要节制 共同维护我们台海的和平安全 不要改变现状 不要破坏现状 另外近日台海局势紧张 台湾兵力是否充足亦引发讨论 严德法说现行采取武兵的征兵政策 数量少但质素高战斗力强 军方亦将成立防卫动员主 增加退五军人回应受训的人数和次数 台湾目前兵力大约16至18万 无线电视珠台湾记者欧国强不道 在台湾已故李登辉前总统安葬五指山军方公务 凌车早由李登辉生前御所去山庄出发 家属捧着骨灰坑、遗照到达新北市五指山 国军示范公务之后 举行奉安礼拜 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等出席仪式 按家属的意愿不对外开放民众参加 之后民众窗和窗安息号 李登辉自此场面公务特分区 李登辉7月底在台北病逝中年97岁 日本和法国分别有由台湾入境的人士 确诊新冠肺炎 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 近日先后接获日本和法国的官方通报 说由台湾入境当地的人士里 验出新冠肺炎阳性 其中日本有三宗 分别是两个日本籍的男人 和一个台湾籍的男人 其中一个人出发之前三天 检测结果是呈阴性 至于法国通报的二十多岁法国籍男人 二月入境台湾 去到上个月底离境 上星期抵达法国的时候 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至今都是没有病征 当局找到四个人在台湾的密切接触者 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内地一年八日十一黄金周假期 地进入微星 各地陆续出现回程的高峰 交通部门就说道路交通整体平稳 被称为南北大动物的京港澳高速 广小段南行回程方向车流密集 附近服务区接近饱和 实施分批停泊 交通部门预计 星期三的车流量达到17万 是平日的一倍多 多地都有违规交通行为 湖南将加价有司机行错路 逆线驶入高速公路 浙江杭州航长高速公路 一架私家车中途停下 未除另一架私家车收制不及 追尾相撞 河南有乘客回程途中 见到有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 认低三百多张相片举报 警方根据这些相片 向36个司机罚款和求婚 交通运输部预计 星期三全国道路发送旅客 4950万人士 比上个月同期增加8.8% 铁路方面 火车站回程客流明显增多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00万人士 加开1,100多列旅客列车 道内蒙古湖阳临景区的旅客 比去年多大概三成 当地亦都交开回程列车 星期四是十一黄金周假期最后一日 交通部门说假期长 回程人流较分晨 道路交通整体平稳 十一黄金周长假期期间 分现场地爆满 分庆用品亦都供不应求 内地传媒形容是报复式结婚 我在河南山和河南山 我一共接受了79天 这个79天 公司给我的一个荣誉的勋章 我觉得也要理得一半 这一队在湖北的新人 原定1月底共鞋年里 但遇上湖北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任职工程师的新郎 需要负责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工程 决定将婚礼押后获未婚妻支持 在八个几月之后 两个人在星期一在亲友见证之下结为夫妻 而这位尽新娘原定5月举行的婚礼 推迟到黄金收期间举行 准备婚庆用品也不容易 到那去买东西的时候 人真的是超多 就没有人管你 也有新人在婚礼前一天 还未收到婚纱 业内人士说受疫情影响 很多原定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婚礼 延事到黄金收期间举行 亦有一些原本计划在海外结婚的新人 改在国内行礼 终身社报导说 今年十一期间 分界首饰等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37% 分慶公司和婚纱礼服等预订量 增幅也有50%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宁报导 海军航空大学一个飞行学员 驾驶迁15战机训练期间引擎故障 在教官指示之下顺利返航 有时会出现左发降转 是出现时消失的 组引电视台报导 飞行学员张雨两刚刚完成商机特技編对货目训练 驾驶的殲15战机阻引擎突然故障 转速下降 自有50几小时飞行经验的学员 在同行飞行教官指示之下 进行百几次零失误操作 利用单引擎返航 战机最后安全着陆 进他财经消息 有调查发现全球英万富豪人数和财富 在7月底显著反弹 有资产管理机构分析全球超过2000位 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数据说 由于年初爆发新冠肺炎和环球股市急错 截至4月初 全球亿万富豪人数减少 财富也缩水到不够8万亿美元 其后富豪身家跟随大市反弹 财富总额在7月底回升至超过10万亿美元 藏身高 人数也回升至近2190人 亚太区有最多亿万富豪 占全球近3.8% 其中内地亿万富豪占亚太区一半 达到415人 香港就有65人 但较4月初减少2人 其实你看看香港市场 很多仍是传统的行业 如果科技創新的行业多些 那亿万富豪的财富增长也会快些 香港的Bernet 他们对香港中长期都是乐观 第四季有机会见底 经济的复苏对于香港和零售都会有受惠 截至7月底 全球医疗保健和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 财富分别回升超过3.6%和4.1% 地产和金融服务行业的亿万富豪身家 反弹幅度最小只会升近1.3%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宜报道 转太金融学情 恒生指数收布24242点升261点 总成交超过921亿 转太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点 巴黎股市跌14点 德国股市跌53点 先休息一会 回报道 新日期居屋已截止申请 二瑞士科研人员研发出 可以在人体内移动的机械千竹虫 但靠磁力便可以推动 可望用在人体内输送药物 甚至更复杂的医疗程序 新日期居屋晚上7点截止申请 在截止之前 有市民赶导 房委会位于落户的客户中心交表 有人更加是职场才填表 客户中心去到7点关门 截至下午5点 在这个中心和网上一共收到 大约23万份申请 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 王碧鱼说 受到疫情和经济毕竟影响 可能令到原先想申请的人却步 新日期居屋定价由市价63折 下调到6折 照着有市民在截止申请的最后一天 去到房委会位于落户的客户中心交表 哪里都好 因为很难有个机会 租很厉害 我整个月给了工资都不够 现在读书开始存钱 买居屋如果买到就会好些 家人会帮到你多少 应该帮一半 今次推售的7047个单位是近年最多 四个屋苑分别是鑽石山啟祥苑 沙田彩和苑 马鞍山錦苑和粉岭山泥苑 以市价的6折出售 介乎117万至489万 而600表也是首次四六比 由申请人之前申请五次居屋都落空 现在一家四口住在月租12000元的私楼单位 认为今次单位比黄年多 相信上楼的机会比较大 很希望现在可以置业 从而可以減少家人的负担 和自己都可以多些零活钱可以用 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都会慢慢供 我相信能够应付至于 北国防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 王碧玉预期 近期居屋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受欢迎 我们都预期的数目是没有以前那么踊跃 就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和经济不明朗这种双重打击的情况下 是会有一些市民对前景不是很肯定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却布暂时不申请住 但是我觉得需求仍然都是很恩切 今期居屋预计明年一月搅株 决定申请者的选楼次序 最快到明年六月开始选楼 无线电视机就在黄善河那里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回应政府抗疫专家顾问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福田经义 是不是不禍港大续约的时候 说知道相关的事 下方只是准备新闻稿 国际方面 今届诺贝尔法学奖 由两个研究基因展辑技术的科学家 共同奪得 明年担心